在当今社会,时尚不仅仅是一种穿著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自我表达的方式。 时尚搭配是这种表达的重要手段,它不仅关乎衣物的选择,更涉及颜色、质地、配饰及整体氛围的统一。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时尚搭配的艺术,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一重要技能。 一、了解自己的风格。 每个人的体型、肤色、发型和个性都不同,因此,在进行时尚搭配之前,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风格。 这包括考虑自己喜欢的颜色、适合的剪裁,以及想要传达的形象。 比如,一个喜爱运动风的人可能会选择宽松的运动服,而喜爱优雅风的人则会选择流畅的裙子和精致的高跟鞋。 一、色彩心理学。 颜色在时尚搭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 不同的颜色可以传递不同的情感。 例如,红色代表热情和活力,蓝色则给人冷静与稳重的感觉。 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颜色,能让整体造型更具吸引力。 此外,颜色的搭配也要考虑和谐,避免过于突兀的组合。 二、服装剪裁。 服装的剪裁决定了它的版型和贴合度。 了解自己的身形特点,可以选择合适的剪裁来突出优势,掩盖不足。 比如,梨形身材的人可以选择A字裙来修饰下身,而苹果形身材的人则适合高腰设计,以提高腰线。 二、基础单品的选择。 在任何时尚搭配中,基础单品都是不可或缺的。 这些单品通常是经典、永恒的,可以与多种风格进行搭配。 一白衬衫。 白衬衫适时上届的万能单品,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还是裙子,都能营造出不同的风格。 它既可以是休闲的,也可以是正式的,灵活性极高。 二、黑色小裙子。 一条黑色小裙子可以随意搭配,无论是搭配运动鞋还是高跟鞋,都能展现出不同的魅力。 它的简约设计是其成为多种场合的理想选择。 三、直筒牛仔裤。 直筒牛仔裤是另一个永不过时的单品,适合各种身材。 搭配不同的上衣和鞋子,可以轻松转换风格,从休闲到正式,皆可应对。 三、配饰的重要性。 配饰在时尚搭配中企筑画龙点睛的作用。 正确的配饰可以提升整体造型的层次感和时尚感。 一包包。 选择适合场合的包包至关重要。 手提包适合办公场合,而背包则更是和休闲出油。 颜色和材质也要与服装相斜掉。 二、鞋子。 鞋子是整体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不同风格的鞋子可以改变整体造型的基调。 高跟鞋能够增添优雅感,而运动鞋则更显休闲自在。 三、首饰。 首饰的选择要根据服装的风格来进行搭配。 简约的服装可以搭配华丽的首饰,而复杂的服装则需要简约的首饰来保持平衡。 四、时尚搭配的实用技巧。 一层次感,学会利用不同的层次来增加造型的丰富性。 例如,内搭替序加外套,在搭配围巾,可以形成多重层次感。 二、对比与和谐。 在搭配时,可以运用对比色来创造视觉冲击,也可以选择相近色来保持整体和谐。 三、重负与对称。 在配饰的选择上,可以运用颜色的重负来形成呼应,或者利用对称的设计来增强平衡感。 五、时尚搭配的心理。 时尚搭配不仅是外在的表现,还能反映内心的自信和情感。 当你穿着合适的服装,往往会感觉更自信,这种自信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人的看法。 因此,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搭配方式,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和鼓励。 六、实践与探索。 最重要的是,时尚搭配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。 可以参考时上杂志、社交媒体上的搭配灵感,尝试不同的风格和组合。 透过不断的实践,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搭配方式,形成独特的时尚语言。 结论 时尚搭配是一门结合艺术与自我表达的学问。 透过了解自己的风格,选择基础单品,运用配饰以及掌握搭配技巧,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不仅能提升自身的形象,还能增强自信,展现独特的个性。 时尚是流动的,而搭配的艺术则是永恒的,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,不断探索,勇敢表达自己。